字幕志愿者 欧阶火宾 欧阶火宾 字幕志愿者 欧阶火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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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我们有精進的系列 想要共同实现这些目标的 我们共同的支持者 一起我们来打造这个 T-Coin 美元要做成这个台湾的 法定货币 法定货币之一 成立于美国建交宣打团 在环保部分 应该我们要建立一个team 去做微物激震 台湾变成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 那你在73个原因要干嘛 办73份报纸 全球大概是有上百个城市吧 都有台湾在的地方 让他们能够 详细接收到正确的信息 然后提供意见进来 我们帮忙来 微物激震的调查 也一样 司法改革 这些律师这些 区理货币 来给付他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永续发展的 建立台湾主权的道路 解决所有台湾现存的 这么多人来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就从T-Coin的认同号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敦促国土说不要做违法事 不过教育部也要敦促自己不要做违法的事 教育部应该要取消蔡英文的副教授以及他的教授资格 那理由以及举证我们都已经完成了 就是他的所谓的论文是你们当时通过就是让他变成副教授 总统提供的资料 对 这个论文跟里面总共三篇 一个是论文本身英文的 一个是两篇中文的就是政大27期跟28期 这个都有公文书在手上 而且是总统府自己公布的公文书 那你是重复的翻译 这个东西副教授就应该要取消了 对不对 那你的郑教授呢 你的教授的部分是政大送出这一本所谓的专论 而这个专论的这个所谓的内容呢 事实上是重复再重复 重复计算 所以我们请导播再进来 怎么样重复计算这张表 送给教育部 请限期取消 蔡英文的教授跟副教授的资格 那后面会有什么骨牌效应 我们在后面再接着说吗 这个只是一个单纯的这个点 教育部应为而畏为 过去的教育部犯的错误 今天的教育部都还来得及改正 那就是教育部应该重新去看 他的教授跟副教授资格的过程中 有没有违反教育部的规定吗 那这个部分监察委员有在查 我们收到监察委员的信 他已经去含给教育部 要求教育部提出这一部分的答辩 那教育部不晓得怎么答辩 其实教育部最好的答辩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们查过了以后果然违反 审查护教授以及教授相关有关的规定 所以呢 那我们就要看教育部如何处置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很简单的行政处理 那总统有没有特权可以回避 凡是涉及事物当然都是要回避 这个是基本原则 不是啦 我讲的意思是说 他可不可以用总统特权说这个不可以办下去 当然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 他不能够介入行政 他是不能介入行政 而且是涉及事物 绝对不可以介入的 都不可以介入嘛 对 这个是有 而且这个也没有什么行事诉讼法的那种豁免的问题 没有 行事诉讼法豁免只不过是在 保障一个总统他在在位的时候 不要被诉讼产生 以至于不能行使公职啦 那这个不包括行政上面的处理 不包括 当然不包括啊 民事上面要赔人家钱也要赔人家 那是行事豁免而已 行事豁免而已 对 所以这个我们所讲的是行政 对 而且是有关他的教授副教后资格的这件事情呢 现在有新的市政已经出现 那是不是教育部应该要去处理 那比较有趣的是教育部也好 或是政大也好 或是东吴也好 到今天为止 他当年 深等的东西 机密到这个程度 那个有人在问我 说什么样东西 这个是统一办理啦 确实所有的教授 通通都被机密处理啦 可是谁下这个命令 以及这种东西 根本不需要机密 机密到这种程度 那当然是中央的决定啊 你可以明白我的意思吗 okokok 就是说 我们当时不是在那边炒说 为什么成文成的东西 变成是永久机密呢 是不是 那谁的决定呢 所以要解密啊 是 那为什么教授的这些深层的资料 都变成 被保护得这么好 这些教授 你们知道要感谢谁吗 所有人都被保护了 嘿 这个不可思议 因为教授的 他升等的资料 怎么会是机密呢 没有道理啊 你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教育部说 你的内容我又不 不帮你保存 也没有留副本 对 只有一些公文 那边跑来跑去 那剩下 怕说 是会让人家难看的是说 你评分 有没有评过啊 哦 是不是 你的分数好不好看啊 这有什么好机密的 这是很诡异嘛 嗯 所以到底是谁下的命令 以及怎么样去贯彻的 我认为在沼泽的生物那一群人啊 有人是不是用各支法去过度解释呢 当然是 是哦 所以这就是各支法 所以这个其实在立法院里头也可以处理 是的 这个立法院你应该 要去看你的各支法立法了以后 被这样的误用 被扩张解释 然后变成限制我们的资讯自由 上次那个成文神命案的资料 被列为永久机密 是到底有怎么打破的 打施压 施压啦 就是社会要施压 立法院要施压 好 任何社会都需要这样的一个 对于民主自由的主张 连澳洲最近不是有头版头条 大家都集体这个话 黑杠吗 对 澳洲不是民主国家吗 民主国家才需要这样子的一个 为民主而不停的奋斗的过程 是 每一天的案例都是民主的测验 所以民主并不是一个状态说 民主了以后 然后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日子 没有这回事 是 所以我们来看 到底有多少的证据证明说 蔡英文其实在1983年就已经回到台湾了 非常多 那除了这个 他自己 所 最近 我们这个脸书 小编贴了一篇东西上去 后来呢 就 就发生说我们这个脸书 整个被这个脸书 给说我们违反社群规则 就给停摆了 就是我们的贴出来的东西 不会出现在这个脸书的这个 真的吗 对 流动的讯息的核道上面 那为什么呢 我们到底贴了什么 产生这个效果 那现在让大家 请问共欣赏一下 好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 蔡英文呢 曾经有一个专访 这个专访就讲她说 怎么从这个 好像成绩很糟的学生呢 变成优等生 这样一个题目 那里面有一段 请导播进来 她就说了 她说她学成归国之后 有一次投稿被报社录用了 然后她妈妈很高兴 还跟她爸爸说 你看我们投资在 女儿身上的新台币 就是沉浸在这值得 你看 就是能够荣登报纸 那我们找到最早的报纸 就是1983年的10月20号 在联合报 从我国彩色电视机 书美那一篇 谈反倾销税 是联合报灯 联合报灯的 内容是讲错的 我们有评过 所以想看的人到 看我们前面几集 那就是 她就是1983年就回来了 那怎么印证呢 印证她指导了 1983年指导了 东吴的硕士生灵环 我们请导播进来 国图的目录 第三个证据是什么呢 她在台大第十三卷 台大的法学论 从第十三卷第二期 这个时间是 1984年的六月出版 可是那个收稿期间 是前面三个月 所以也就是说 她那时候早就是 政大的客座副教授 也没有录用你 客座副教授录用一个月 两个月 因为你要开课嘛 对 所以1983年就回来了嘛 不但在政大担任 客座副教授 而且指导东吴的学生嘛 那第四个证据咯 那再来就是 她自己在这个 政大在送她的这个 副教授的那个公文上面 直接自己说啊 就是本校的客座教师啊 蔡英文啊 所以早就是你的客座老师啊 并不是你说的 就是有博士的论文 跟博士的学位 就直接聘为什么 副教授 也不是刘铁针大法官的 那封公开信里面 所写的说 他是1984年的夏天 给他看完他的证书 一切都符合 他原来的设计脚本 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 就是因为他在1983年 就进去暂缺了 所以才会有 深等副教授的问题嘛 他那个时候 根本不是博士嘛 也没有论文嘛 而且我们也看了 林环的这个硕士论文 从他的感谢页 从他的资料 从他引用的书籍 所以1983年的6月 跟1983年的12月 那两盆花表在 政大 这个评论 这文章 其实才是他去深等 副教授的资料 这资料 对不对 然后完整的就是 翻译至他的所谓的论文 那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 是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学位 他没有学位 所以才会产生这种需要深等 所以才会把他的文章里头抽出两部分 去翻译赶快去投稿 而且那个论文 这有高人教啊 有高人指点 而且一路是有人栽培他的 所以我们上一集有解释过嘛 他1979年去康乃尔 之后1980年能够拿到 Henry Loose的奖学金 从他的学金塔 对 从他的学金塔 看得出来 他事实上在1982年的 年底的时候 就已经 他就已经休学了 休学 休学之后 你丧失了学籍 你就一定要回台湾 是 他果然回台湾 这合理哦 合理 这个非常容易的时间 而且呢 那个时候他为什么紧急回来 我们说过了 当时整个这个崔台青 以及王生的整个势力的削减 所以他必须要进入政大去暂缺 清清楚楚 像林环强教授跟习宏泰教授 去看过他的这个 LSE那本 我们到现在没有看 看到过的 就是有黑边的那一本 所谓的论文的时候 我其实就发现说 很奇怪 他为什么切成十小段 对 那时候大家觉得很奇怪 十小段每一个都有一个小结论 那一篇一篇 十篇东西 对 那十篇东西要怎么投呢 其实在写的时候 就已经想过了 他人还没有回来 就已经在台湾 在政大 就用了两篇 这么舍得把它用 据以为他护教授申等用 是 你这么舍得把它用掉 你那时候论文还没通过 对 你反过来 变成你的论文 会变成失效 因为你先投稿到别的期刊上 所以这一点 LSE应该要主动了解才对 为什么LSE到今天为止 这么好像 没听见也没看见 因为他有Henry Lewis的奖学金啊 当时为什么能够去康南尔 为什么能够拿到Henry Lewis 其实国际的这个所谓的Deep State 除了每一个国家有Deep State之外 国际有没有国际的更深层的沼泽 有耶 当然是有 有一个政治势力在耶 这不只是党国培养的精英耶 你看他一路以来 我们在请导国际那个整个 这几篇文章怎么样重复的使用 前面三篇 那个整个论文本身 怎么切割 要什么时候投稿 都是精心安排的耶 怎么会有人把一篇文章切成三份 分成上中下 而有期刊愿意搜呢 这个大家说好就对了 三篇东西要分一年半才能看完 为什么要分一别人半才能看完 因为你如果顺利变成副教授 你必须要最快三年后才能够升等教授 才能提出升等 你提出升等 你用的著作必须要前面五年发表的 所以他就有一个间隔 是不是算了刚刚好 时间有一个间隔 而且他完成这个工作之后 他后面几乎没有发表的文章耶 没有了 对 我们从政大就找出这几篇耶 然后从此以后就是在政府各部门 是 连教书都没有时间教了 就开始兼任各种职位 这是不是 我们真的是觉得只能说探为官职啊 而且我们又找到一篇他的学生的这个 硕士论文 是比较晚的学生 多晚啊 到1987年 87年 毕业的 这学生有看到英文的吗 没有 一样没有 我们来看看这篇这个 这个另外一个学生所 看他的论文的内容 这样子 我们待会请导播进来 好我们下一段再来破解 又有一个学生 即使是在四年之后 一样没有看过所谓的论文 所以这本论文是从来不存在的 我们下一段进来 良好的睡眠挺值 是维持健康的不二法门 为此 Apollo Fiber Inside 不断创新研发 一张有效除满的 即舒眠Plus 双人养生暖电 革命性诞生 Apollo Fiber Inside 即舒眠Plus 养生暖电 采用独家超纤维电热及温控技术 可安全地持续使用 并保持温度55度C 经过检验证时 只要在白天加热4小时 就能杀死床垫及棉被内 95%以上的沉满 更能抑制9成以上过敏源 让过敏症状获得有效改善 Apollo Fiber Inside 即舒眠Plus 双人养生暖电 一张有效抗菌除满的好睡电 让您双倍机智好年 即舒眠Plus 杀菌除满 让您安心好眠 加入QR Code 了解详情 大家好 童文城突破童文城 我是童文勋 我是杨秀宏 我们接下来进来讲 这个学生 我们查到这个资料 我们觉得顶有趣的 因为他的这个指导教授 除了是蔡英文之外 好 然后 他还有一个这个指导老师呢 是马英九 所以我们请导播进来 这个封面 这是政大法律研究所的硕士论文 那指导教授蔡英文 他后面放了博士 然后他说 有法律之观点 看自有贸易趋之行程 那这个硕士论文呢 印制的时间是1987年 1987年 那1987年的时候 我们刚刚看了就是 说了好几次 《灵环》 《灵环》是1984年的春天 口试通过 那个时候 就没有这本论文 那么四年后 在1987年 一样没有看到 一样没有这本论文 我们怎么看呢 我们请导播进来 他的序言 序言他当然会感谢 这个蔡英文老师的热心指导 不过我觉得 这个感谢也没有太用力 太认真 他说 感谢蔡英文老师的热心指导 从题目 资料的提供 跟写作方向的启迪 事后的修改 就是他说他 尽心尽力 备极辛劳 可是后面呢 他又感谢了谁呢 赖元和王仁宏老师 还有啊 法治兵老师 马英九老师 在资料收集方面的协助 以及注释写作的讲解 意思是 蔡英文没有教你注释写作 这不是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 基本功吗 显然是 因为他自己的注释 就是做得滴滴滴滴 好 跟马英九一起指导一个学生 那待会再请这个 杨大哥评论 可是我们来看他的注释也 他的注释呢 从头到尾 一直到他所引用的书籍 有没有所谓的这个 蔡英文的英文 论文存在 没有 所以表示他说也看不到 没有 他根本没看过 理论上他应该要引 是不是 应该要引嘛 他有没有引他中文的 有吧 有 引28期 那28期也是 原来英文的那本笔记簿里 什么东西啊 所以不能 你既然给他看了 这个中文版 中文版 你就不能给他看 你就应该跟他讲说 这个我有英文版 你就不能给他看英文版 因为学生一定会问你 老师你可以自我抄袭啊 一搞两头 一搞两头 然后这个可以重复计算 所以都隐藏 所以 根本没有那本 那时候1987年也没有 1987年也没有 从学生的论文的 Bibliography里头 可以看得出来 那本在当时也不存在 他就已经用完了 1987年 他已经用完了这些东西 到处投稿嘛 其实到处也没有到处啦 就是都在政大嘛 政大买单嘛 而且还可以切为三 三份 重复计算他的这个点数 点数 这个全部都发生在政大嘛 所以你怎么看 你觉得这样证据 足不足够形成你的新政 他根本没有论文 就是说 这一些我们所提出来的疑问 都是教育部 未来要必须回答的 是 教育部不能只是这样 以管亏报 只是看说 一些很简单的证据 就是说 我们当时候有做什么 那我们提出 这么多的情况证据 教育部都要回答 教育部 而且这个部分 我们应该是 那个监察院的调查里头 未来我想监察院 还是会 再重新回到这个议题来 因为他已经去 要求教育部 书面解释 他先给教育部 书面解释的机会 而且我们也找到了 整个政大的 硕博士论文法律系 硕博士论文的整个体系系统 然后如果你用蔡英文去检索的话 你会发现说 他指导的学生 有的是好几年都没有毕业 等到蔡英文回到这个政大之后呢 这些学生全部播给他 叫他去指导 所以他指导的学生呢 这个上下这个时间啊 蔡英文 他有指导过很多学生 他指导过很多学生 那这些人呢 刚好都跟 你知道这些党国的这些大佬 全部列明列在一起 最有资格出来说 有没有那本论文的 其实是他这群学生 除了这群学生之外 就是这群教授啊 他们都没出来 我们请这个 我们请导播进来 包括还有马英九指导的学生啊 你知道那种情况是什么 你知道吗 到教授 指导教授的办公室去 指导教授的书架上 拜着就是他的博士论文 是 是一定有的东西 然后跟老师借这个博士论文 你才可能去看 还有老师的证书 不应该也应该要挂在这个 他的研究室里面啊 不晓得他们有没有看过 这些人当年是他的指导的学生 有没有看过 这些人出来作证 这你相信吗 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吧 如果是真正的作证 伪证当然有伪证罪了 如果真的开庭的时候被传唤 我相信没有人敢说谎啊 对啊 而且我有办法 用教他结问的方式 问到你没有办法说谎 是 所以这些被我们点名出来 他的学生 恐怕要自己想好 不敢出来啊 都没有人出来 要不是我们挖掘 真的不是 对 最近出来写文章支持他的人 都不是他的学生了 到目前都不是 一个都没有 而且我们还会继续点名 照理说有事 弟子福其佬 学生应该 集体出来为老师辩护 对不对 有人传回来跟我讲说 你这样点名方法 大家都吓死了 只要你写这个马屁文 我就点名 这种内容你怎么辩护 最近有一个 有一篇文章 有一个学者写了一篇文章 我现在忘了是哪一个人写的 他直接讲说 非常多出来写那个 马屁文章的人 都是在争取WTO的大使 有人写这样的东西是不是 那也是看我们的节目吗 对 他可能也是看我们的节目 对不起 这个好像外销又转内销了 我还以为他自己看出来了 No 他看了我们的节目 对对对 这比较合理 我们有提出来 是 因为谁回来了 对 对 我们现在好像WTO大使 空玄 空玄 所以有很多人正在努力争取 这个位置 真的是好缺啊 是 如果是要做事的人 当然是非常辛苦的 那如果说只是去 过一下水的话 真的是好缺 好山好水 日内瓦 我不平衡 日内瓦 鬼影床床 对 你看起来是鬼影床床 是啊 有些人觉得是可以 这个平步轻云 好 所以 我们再来讲一件事情 可能大部分的观众朋友 都不知道 马英九跟蔡英文 到底有多少渊源 在 2007年2008年 那个时候 大耀公马英九出来 选举的时候 记不记得 好 那个时候其实胡志强 曾经居间 想要媒合 让蔡英文去当马英九的副手 记不记得这一段 有一个传闻 是 他不是传闻 这是真的 真的吗 胡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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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出来面对媒体啊 那胡志强跟蔡英文呢 跟马英九的渊源是什么 他无非他们就是政大邦嘛 还有英国 好 那胡志强跟蔡英文 又多了一个英国的渊源 英国渊源 对不对 所以 胡志强自己 恐怕现在也不敢站出来吧 不然大家 又要去追他的英国的论文 这个就很有趣了 可能你们这些党国帮的 真的都不堪文问了 那我们这些真正的台湾的子弟 念书念到那么的辛苦 不值得 不值得啊 不过念书念到肚子里面 是自己的 这会气死人 这才是讲不下去 他可以这样子 其实 包括马英九跟胡志强 都没有蔡英文这样的一个待遇 二十七岁 二十七岁 没有博士 就被用客座来聘任 留了一个缺 专门要给你 然后第二年就 赶快帮你升 这个副教授 然后用的两篇文章 早就在1983年 就帮你排进去了 排进政大27期 排进28期 然后 一语要多吃 而且要省着吃 就是啊 排好了时间 让你可以 分三期 一一上中下 然后 深冷教授 一样又多了三个东西 一样是上中下 这样子也可以让你出版 这是细心呵护的 也难怪嘛 他到最后 虽然说他没有去当马英九的副手 嗯 可是 他自己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不是吗 拿下了整个民营党 民营党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 看出来就是说 这个整个纸牌屋 从哪一年开始 规划的 应该就是2007年 2007 2007年 就是 施方龙的 施方龙的 施方龙的个人 那个基金 2007年进去 对 48万 英镑 英镑 相当于当时 你现在可以知道是谁捐的吗 不行 他是匿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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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如果真的要查的话 透过 这个 英美法系 有一个取证的 彩证的程序是可以的 我这样问好了 嗯 匿名 这个 这个是 这个程序 是 从哪个国家 会过来 这个都 其实 即使是匿名 他只是不对 一般公众揭露嘛 没有关系 可是 在 税法的 这个规定上 以英国的税法 应该有轨迹 以英国的 对 如果说你要去取证 认为有什么样的 不是 有一个程序叫做deposition 是可以取证的 是完全可以调查的 可以知道是谁 可以知道 也可以知道 这个钱是怎么会过来的 当然 这个国际的那个 房子洗钱 以及他的金融 当时已经有了 对不对 早就有了 英国是金融重镇啊 现在近代 这个两三百年的 银行体系 就是英国起源的啊 因为洗钱房子 差不多05年以后 其实就很严格 就是其实讲白一点是那个啦 金融风暴之后 金融风暴 不是 之前就有 当然之前就有 可是金融风暴之后 911事件之后 911事件之后 就是 查这一种恐怖分子之间的 这个金钱往来的关系 就 这不用说啦 其实 整个金融的体系 从一开始 也就是 2007年的这一笔钱 会给司方隆的这一笔钱 是怎么会过去的 是谁会的 这是迟早会水落石出 一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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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是关键 所以杨大哥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在今年的年初 四到老的那封信 真的是苦口婆心耶 是啊 如果那时候他有接受的话 会怎么样 我们下一段进来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童文城突破童文城 我是童文勋 我是楊倩宏 所以我們接著來講 那個四大佬如果 今年的年初 他這樣苦口婆心勸他 我們今天也不會有論文門嘛 忠言逆耳 真的是忠言逆耳 老實說當時候如果 四大佬的這個 對他的這個苦口婆心 的忠言沒有逆耳的話 蔡英文真的還可以成就了一個民主 政治 台灣民主政治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角色 可是我看他後面 他的deep state 對他的 影響太大了 對不對 對 也就是那個權力 紙牌屋裡頭那種說 其實某種程度說起來蔡英文也是紙牌屋中間的一張牌 他恐怕都還不是真正的player 因為有深層政府 有深層政府 那深層政府的運作 他們集合這個權力 繼續做不管誰執政都是他們當家 這厲害吧 是 所以即使他想下車他都沒有辦法下車 對就是更叫的不算 對 他其實有一個抬轎子的不應下來 那當然啦他的性格上也會他很好面子嘛 就是那句話嘛 他問他跟李遠哲博士翻臉的時候他說那句話 我到底做錯什麼 書上一段話 那現在這段話恐怕已經找不到了 現在好像看到是一個影片 他把它置換成一個影片 那麼他這段話其實就是在講 馬政府嘛 對 他說他是一個無法讓人民安心的政府 卻常常誇言政績 自我感覺良好 可見執政者跟人民的距離有多麼的遙遠啊 執政無法讓人民安心 選舉到了卻用恐嚇牌 對立牌來激化選情 製造社會不安 這種召喚含血含淚含恨的選票 這種無良的政府跟黑心食品一樣 必須要被下架 這講得很好啊 是啊 這誰講的 應該要鼓掌 蔡英文呢 蔡英文 她的那個文青寫的 但是是她的名字發表 我必須講這個話講得太好了 可是我第二句 第二句想說 講自己也講得太好了 如果還給她 是不是每一個字每一個句在這時候 看起來是一樣 就剛剛好啊 剛剛好 第一 這話講得非常對 完全同意 同意蔡英文總統 這是什麼時候 2015年 2015 就是蔡英文主席的時代 是 所以蔡英文主席的時代 所講的這個批評馬英九總統這話 講得好極了 而且那天是耶誕節 十二月二十五號 那可是呢 蔡主席的這個話 批評了馬英九總統 也批評了蔡總統 而且是預言家 預言家 講得真的好 蔡總統應該自己拿著這句話念一百遍 楊安哥您覺得深層政府除了裡面有 當然台灣既存的黨國勢力之外 那有沒有中國的勢力在裡面 我認為有 有對不對 那我們回來看 應該這樣說 就是那個深層政府裡頭有一隻腳 是跨過去的 或者是他有一隻腳是跨過來的 互相之間有交叉 對 而且他們彼此應該很有善 對 很有話 交換情報 對不對 所以甚至有一些話他們真的可以講得很輕鬆 就說你們這一些啊 是這個什麼 左傾右痣病 可以罵人 是不是 因為權力都在他們手上 然後你可以回來說 你們就是 打左燈向右轉 對 或是打右燈向左轉 感情之好的 對 因為他們是巨大的權力核心 是不是 所以他們 老實說 所有的程序都控制在他們手上 沒有太大的是非 事實上我對 因為這個2016年以後 我一直在觀察一件事情 所以馬英九所簽的 那些跟中國有關的 所謂的 兩岸之間的所有的 這個 各種 包括ECFA 是 這些協定 老實說 如果蔡英文跟馬英九不是 two of a kind 他們兩個不是一拍 不可能是今天的結果 他就上台 第一件事情就把那些錢幹掉了 這個才是真正台灣人立場 如果蔡英文總統 他真正所講的他是辣台派的話 他就應該把這些全部取消 然後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公道吧 對我們來看這個我們不是說他這個他是一個黨國 請勤勵輔助的一個知識 女台青嗎 因為缺台青才出來的嘛 女台青 可是當時其實大家都不知道說這個 被置入一個 中央政校 中央黨校 是屬於 是屬於 等於說是特務體系的 一個知識女心田 他到底能不能變成一個 大特務 控制這個整個國家機器 沒有人能夠遇見 可是當時呢 安排他 必須要打通關的 其實第一批恩人啊 除了歐陽勳之外 是校長嘛 那最重要就是劉鐵真 這個講起來就是以黨領政的團隊了 我在李登輝當總統的時代 特別是在1992年 因為李總統當時要在做一種變法 他有六次修憲對不對 是 六次修憲過程裡頭曾經寫了很多篇文章 那時候還有主流非主流之爭 主流非主流之爭嘛 那非主流主張的是什麼 今天你要講Deep State對不對 對 非主流主張的就是 繼續以黨領政 然後 我曾經寫過在自由時報當時有個專欄 叫探真 我寫過一個專欄 勸李總統今天面臨這個歷史的情境的時候 他必須改變以黨領政 把他變成以政領黨的時代到了 當時李登輝總統為了我寫過 相當多篇文章包括這一篇 請我到官邸吃飯 非常肯定說 這個轉換是重要的 所以 李總統跟 他是以政領黨 的主張的人 他對於國民黨傳統列寧式政黨的 以黨領政 他是格格不入的 可是 蔡英文就是以黨領政的 體制底下你剛剛講的那個 所以 底下培養出來 我們這個時間已經從 這個 1972年的 蔣英國的崔台青 對 一直講到1990年 1991年 教育部通過他為教授 這總共是 十來年的時間 孤翁會談 蔡英文是在孤翁會談裡面的 被安插進去 被安插進去的 按照道理 因為他是崔台青 所以他應該是 代表李登輝的意志進去的 可是現在看起來不是 不是 這個裡頭應該是代表孤政府 是不是 他代表孤政府 他其實當時候走的是 孤元卓英文 他仍然是黨校的這個利益 這個深層政府 所以 李登輝總統要看法庭 那他要看法庭 今天他還出來說要支持小英 他沒有說 好 這個非常精準 好來說一下 他坐在那裡 一句話沒說 然後 這個 主辦方 拿出一份說是 那個 他的 他的 那個 文字稿 那由他女兒來唸 就這樣 那當場當然有很多 歐巴桑們就開始 對這個事情 是有 議論紛紛 然後他們就來問我 說 李總統是怎樣 他也沒說話 對啊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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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沒說話 他坐在那裡而已 他怎麼說 他有說話 我不方便講太多了 他沒有講話 這樣大家聽得懂嗎 我跟妳講一個 我跟妳講一個事情 當年那個2008年的時候 那個 謝長廷不是選總統嗎 那 李登輝其實對於謝長廷是有意見的 然後呢 然後呢 他有一天 就 跟我講到 謝長廷 他對謝長廷不放心的地方 後來民進黨 集全黨之力 要求李正輝要支持他 所以 所以 有一天 那個 麥克風終於塞到李總統的 這個 前面 李總統說了一句 我這票 送給謝長廷 這聽得懂嗎 我這票 後來我跟 總統通電話 總統 哈哈大笑跟我講說 你聽得懂 我這票而已 好啦 那意思是說 你們一定要我投 我就這一票我妳的啦 但是其他 不要 所以他在那個過程中 都不願意跟謝長廷見面 謝長廷的車隊都已經到崔山莊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嗎 老先生是非常有趣的 他 他女兒可能跟他意見 不一定一致 他也讓他去發揮 對呀這個女兒有女兒的那個 主張嘛 女兒的主張也其實是 在這個時代 女性啦 女力優先啦 大概是這意思啦 他也很有價值啦 女安寧的話也很有價值啦 可是就是在這一點上面 他就不說話了 我跟他在臉書上有共同的朋友 有一天我就不曉得為什麼 這個臉書河道上去出現 真的是出現啦 我就看到我就哈哈大笑 李安寧被一個那個 我的臉書的朋友把他解除朋友 因為他就在那邊講說啊 這個 這次的 國慶的總統的文告啊 非常有深度 這個是要有深度的人才能看出來的 結果 那個臉友就很不客氣跟他變了一句 變了一句之後他就說 他就又變回來 變回來之後 才兩句喔 就兩句喔 長期的朋友 第三句是說 那我只好解除你 我只好封鎖你 就真的把他封鎖啊 這封鎖他也是一個名人喔 也是一個名人 當天坐在頭桌 跟李總統坐頭桌的很多人 其實都 看到李總統一句話沒講 都惠心惟肖 大家心裡有術 後來李總統有下來 每個桌是來握手 他通過前面的時候 他特別舉手跟我握手 然後 我 那個是王彥均主任推著他走 王彥均主任非常大聲的說 黑龍啦 黑龍在這裡 我就跟他握手 他其實握手的手勁 很有力 OK 我只講到這裡啦 就說李總統就是這樣 我 我只是原因說那個 那桌子 有幾個位上 有一點抱怨的時候就說 你也不要這樣 總統還沒說話 有哪有 當時說 好啦就這樣 OK 楊大哥是非常了解李總統的 好 那我們回來講 這個黨國女青年 女台青 她的第一個恩人 還是要回來講 就是劉鐵珍 大法官 所以劉鐵珍出來挺她也是沒有話說 但劉鐵珍現在在忙什麼呢 我們進來幾張相片 因為最近才找劉鐵珍 到底現在人在哪裡 我們就看到她說 這幾張相片就是 她在做兩岸的一些活動 所謂的 因為她是 國際司法的 好 所以她就是有一個國際司法的 那個學術研討會 2018年喔 海峽兩岸國際司法 法學的 學術的研討會 然後人跑到哪裡去呢 跑到湖南 跑到湖南去 但我們知道她現在在浙江有監客嘛 所以她幾乎的活動範圍都在中國了 因此你覺得 蔡英文真的跟中國的對話沒有管道嗎 有啦 有管道嘛 人家劉鐵珍到現在還是 蔡英文在提名台灣的大法官的提名編制裡面的六人小組的其中一位 多麼重要啊 是她第一個 讓她能夠順利進入政大法律系 變成客座教授在1983年的時候 第一個恩人耶 第一個恩人耶 然後一輩子人家沒有忘記她喔 很重要 三十幾年後 仍然 保持 緊密的關係 所以為什麼大家看不懂蔡英文 怎麼會看不懂 我們今天如果不是論文門 不會去找這些資料出來 可是找出來之後其實 就很清楚的看到這個紙牌屋的樣子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接著要再盤點兩篇 這個馬屁文 第一篇會非常有趣 我們下一段進來 良好的睡眠體質是維持健康的不二法門 為此 Apollo Fiber Inside 不斷創新研發 一張有效除蠻的 極舒眠Plus 雙人養生暖電 革命性誕生 產品更經由 TTRI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認證 讓您安心好眠 加入QR Code 了解詳情 大家好 童文城突破童文城 我是童文勳 我是楊昕 我們說了我們繼續點名的一些紙牌人 第一個我們今天要點名的這個紙牌人是李純 李純是誰呢 他現在是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RTA中心 的 副執行長 算專家了 WTO 看這個TITLE應該是WTO專家嗎 應該是 那我們待會兒再來看內容 他現在呢 他就是在 去年民主建物黨有一次是 召開第17屆第15次的中職會 他有去演講 他演講的題目是 美中經貿戰 對台灣的影響 好然後呢他發言之後呢 蔡英文主席啊 還發表了一個 特別的才勢 他說 這個非常的重要 這個演講啊 在這個 局勢在變化 好所以呢 我們要 因應 所以他政府就提出了5加2產業創新計劃啦 還有推動產業升級及創新 厚植台灣的經濟實力 推動南進政策 拓徵台灣對外貿易的佈局 才能夠因應這個變局 其實 完全不對 你只要學川普就好 這是2018年了 2018 人家川普一上任就開始說什麼 這個企業回來美國 用各種手段 然後用減稅的方式讓你 Parking在國外的資金可以回來 就會帶動 如果說你這個資金回來 就會帶動本國的 製造業成長 你要投資嘛 你要分紅給股東嘛 股東拿到紅利之後就會消費嘛 然後會刺激 就業率 對不對 一切都是對的 結果你今天聽完演講之後 已經到了2018年了 你仍然 沒有正確的行動 好 今天還有 有一些台湾回流 或是有些外資來 其實是 川普對中國的這個經貿大戰的 一種編輯效益 外溢的效果 就像有一個排隊店在這邊 然後 大家排隊有時候排得 非常不耐煩了 去旁邊另外一家 類似的店 去吃兩口 對不對 這我常說 我是最不喜歡排隊的 排隊店的外溢效益 那所以我們來看這個李純 李純 當然他在支持ECFA的時候是不遺疑的 大家可以去Google李純跟ECFA就知道李純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他所主張的是什麼東西 那他來講 美中經貿大戰集對台灣的影響 這個有沒有 問到漁盲啊 這樣算毀謗嗎 還是說 說是那個 勤鬼 開藥單 這是毀謗嗎 沒有 他的身分應該可以講出正確的見解 好 那他會不會有正確的見解 不寫不知道 寫得嚇一跳 在這個 而且是很接近的時間 他到10月16才發表這篇文章 10月16 那幾天前 那 蔡英文的這篇非論文上的國圖是在 9月26號 所以他是在10月16號20天後 那應該是看完了 他看了 他應該是看了 他看了之後怎麼說呢 來我們請導播進來這篇聯合新聞廠這篇文章 他說 蔡總統論文的獨厚心得 好 一進來就說 怎麼題目大家都一樣 獨厚心得嘛 開箱文 大概都是這樣的題目 獨厚心得 然後他就說 這個 蔡總統的題目是 不公平貿易行為 與防衛措施 按照現行WTO的規定 所謂不公平貿易行為 指的是 傾銷出口補貼這兩種 出口國以低價搶市場這種 不公平的方式 答案對不對 對 你講對了 他說這個是這樣子取得市場的 那個 行為呢 是不公平的 這是 不公平的 unfair的 所以這是不法的 illegal的 可是防衛措施呢 是指 產品競爭力太強 進口國同業對於 嚴重 威脅 給予一個喘息的機會 所以這個是逃避條款 講了對不對 對 我們請導播進來就是這一段 可是怎麼樣馬屁呢 他說 蔡總統論文定義略有不同 但不影響後續討論 所以他有看出毛病啊 他看出毛病了 或者是有看我們的節目 沒有關係 略有不同嗎 略有不同 定義略有不同 你可以 寫論文 然後定義跟WTO略有不同 所以這個到底是在馬屁 還是說這個一樣是上次這個閨蜜的復仇一樣的 你到底 我看是復仇 這個是閨蜜的復仇嗎 我覺得是復仇 略有不同 四個字已經產生裂痕了 然後不影響後續討論 你怎麼會不影響後續討論呢 也可以啊 就是可以後續討論 後續討論就是批判 你為什麼不誠實的說 這個就是一個是太平洋 一個是大西洋 怎麼留在一起啊 怎麼留在一起 我們不知道你在哪裡交接的 對 好 不是略有不同 大有不同 大有不同 還不影響後續討論 然後他就說 這個過去40年來 國際對於這個補貼啦 請銷啦 有一套的機制啊 所以有這個反請銷稅啊 有平衡稅啊 這是抵銷 不公平競爭的武器 有沒有講錯 有沒有 他講的完全正確 抵銷 抵銷 所以沒有任何的步伐 不是報復 所以 你看好 抵銷是對的 看似簡單的制度 40年來爭議不斷 有嗎 這些怪怪 共識訣千錘百鏈 好 有嗎你就開始在幫他 看起來是在幫他啦 然後他就說這個 確實是一種 這個政治的問題 是政治的問題嗎 那還是你想要打 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更有趣喔 我們看下面 他說最後 論文 展現出35年前 博士生蔡總統的幾個特質 35年前 意思就是在幫他脫免嘛 就是35年前啦 博士生啦 第一個 企圖心強烈 是啊 他在最後一段的 finally不是說了嗎 這個我這個 這個candidate 好我這個 準博士生呢 野心是很強的 是因為國際經濟的不景氣 所以阻礙了我 企圖心 阻礙了我的企圖心 然後他說 他說基於順利畢業的心態 一般的論文選題的方式 不外乎大題小作 你限縮範圍才有辦法 寫出結論嗎 再來是小題大作 題目本來就很小 你把它大作 你還是 對會開花 對不對 小題大作其實是會開花的 他認為這兩種是安全穩蛋的方法 這個論文啊 卻展現大題大作的格局 真的嗎 好誇張啊 大題大作的格局 他說處理的好壞啊 見仁見智 可是可以看見了這個作者的企圖心 我們請導播進來這一段話 他說第二個是高度的務實取向 他說 這個文中幾次提出的改革建議 看似像保護主義低頭 人家根本不是保護主義 我們要說 李純 你既然是WTO的專家 你不是WTO 這個中華經紀研究院的這個 副執行長嗎 還提出對國家的建言影響力很大喔 你現在是有大聲工的 有說話權的 有話語權的 你竟然可以把人家正常的 所以你剛剛不是前面講了嗎 補貼跟請銷 這個是要去抵消 因為前面有不公平的行為 去把它抵消這個不公平的行為 怎麼會變成是保護主義呢 他說 蔡英文沒有向保護主義低頭 其實 是遷就政治的現實 他說這種 不堅持最佳方案 方案 尋求可解決的方案的 務實主義 才是本論文的特色 結束 來 梁大哥 大提大作 這是千瘡百孔不是嗎 李純為什麼要現在 跑出來被人家打兩巴掌呢 你先應該再重寫一篇吧 這個 這樣的一篇文章 其實有違你的專業 對你的專業是有傷害的 他已經留下一個 瘋碑了 已經留下一個紀錄了 你不要 好像也加入了這個 LWTO大使的競爭 對 然後我們看完理說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之前其實有 朋友跟我們講說 奇怪 上報怎麼會去登這個 批評 老婆進來 這個社論是 叫做李豪仲專欄 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非常的誇張 他的題目叫做 借 徐志強案 看蔡英文的論文案 我們不用講內容 這兩個案子 怎麼 一個大信仰 一個太平仰 這兩個案子怎麼弄在一起的 他弄在一起的 這個邏輯是這樣子 徐志強當時就是被冤枉的 是這個 然後到最後變成是 是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他現在也要這樣說嗎 是 他這樣就講 這個 這太過分了 司法改革 有關乎人命的迫切性 所以徐志強呢 是漫漫二十年的官司 才讓司法專業跨出一大步 可是台灣現在的 如脫江野莽的政治文化 都是別人做 你們脫江野莽 你為什麼不針對 所有 這個現在大家所舉出來的問題 包括我們節目說 舉出來的問題 你試答一題看看 你試答一題看看 這是有根有據的 是 我們都有提供證據 而且這個證據很多都來自總統府 所以也不容否認 然後他還說 這是個偏執狂啊 這個除了偏執之外 可以做何解釋 我們請導播進來 繼續進來 他說 今天是你 明天輪到我 永遠屢試不爽 樂此不疲 這樣的人 當上報的主筆 他有說 就是 蔡英文 質疑蔡英文 的論文嗎 他當 拿徐志強案 徐志強倒罪 不是判決 無罪 開示了嗎 那這個 立論就是說 蔡英文論文根本沒有問題啊 他說 打從一開始 就跟追蛙真相的本意無關 這個是政治事件啊 我認為他沒有看 他敢不敢看 不過以 李先恩過去的資歷來說 他是算是 資深記者裡頭 品質不錯的 是嗎 是 我認識他了 我知道他 這樣很可惜啦 對李先恩來說 非常可惜 你真的是應該 再重新看一下 好 那我們今天最後一段來看 這個是 非常 厲害的 非常棒的這個網友啊 他做出來的這個 蔡英文曾經拿出來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 證書 他把那個 綱印 三篇 對 三個嘛 對 好多 為什麼要 有三份 對 這三份 他其實就拿了一份 就是說 看到綱印的 因為其中有兩份看不到綱印 只有一份就是出現在這個 對 出現在這個北美的這個叫什麼名字 李宗志 李宗志的那個 李宗志的臉書上面的這一份東西 上面還有這個簡體字 當然有朋友提醒我們說這個簡體字不是 中共的這個產體字 這個是 這個是 可能是會書寫繁體中文的人的簡體字 OK 所以到底是誰 所以我們現在是打一個問號 因為我們沒有看到油戳嘛 他也不敢拿出來 沒有關係 可是就這份 所謂李宗志 臉書上面出現的這個 證書 這個綱印 英文我們請導播進來 我們把這個綱印 放上來之後呢 請大家呢 就拿出 一個直線的東西 可能是 卡片啦 可能是 一支尺 或是一張紙 旁邊都是直線嘛 你把中間這個 那個 University 這個N 是 正中間 的位置 這個N呢 的左線 垂直 把它對準 或是 這個N的裡面的那個直線把它對準 往下 你就會看得出來 它是斜斜的穿過 下面的圖 穿過整個印文 可是如果是真的 這個印文呢 請導播進來 這個真的印文把它放上來 它除了綱印的那個每一個字都立體站起來 非常的立體明顯之外 看起來完全不一樣嘛 你看那個N 的排列 你一樣用一張 這個卡片或是一支尺 把它 壓上去 N的左線 壓上去垂直下來 是垂直的穿過下面那本書 以及 綱印的所有的花紋 這會過圓心的意思嗎 是 沒有錯 這個 有人有研究這個 這是做 印文 以及我們其實在 其實 台灣有很多人 因為台灣是用印章的國家 對不對 很講究 所以我們對印文的真假 其實大家都心裡有數 這個很容易 可以辨識的 但我們可以說 就是說 這個只是一個 影本 真的要看的話 就是正本拿來 因為正本沒有看到 因為用照相的話 其實會偏移的 很難說 說不定是有技術問題 然後立體的東西會變得比較平 扁平 因為照相的關係 可是一樣是照相啊 因為那一張正本也是照相 如果偏移應該 對 應該有 同樣的偏移嘛 所以 這個是 這是我覺得 蔡文總統一定要 這個 解惑的 這看起來就不像是真的英文 他只要是 沒有辦法回答 就當作 不存在 對 他就是要想 這樣熬到 1月11號 很危險 這個可能危及 他所有的 政黨票 跟其他的 區域立委的選舉 因為區域立委中間 有些人 我感覺 他不敢跟 頂頭說而已 都刷在等 因為他沒有辦法面對這個問題 因為總統還有比較的問題 以及這個芒果乾可以賣 立委可沒有喔 立委其實在選區大家服務的都很努力 就直接了 好壞 有那麼明顯的差距嗎 李登輝之友 李登輝基金會的那個募款餐會 我坐在那裡 其實有非常多 的朋友來跟我聊天 他們都是在談論文 是 所以表示什麼 支持者對這件事情 有一定程度 已經有 疑惑 新證 所以呢 當立法院去跟他拉票的時候 問說 你的論文 你覺得真的假 那個有一點像那個誰 陳學生 問那個大學校 你認為是真還假的 他也不是要逼你做什麼 他只是說 我想聽聽您的意見 我聽看你 對 你告訴我 我一定是替台灣做事情 我怎麼說幾步 他問一句說 那個論文 你是覺得真的假 你講答案他有答案 對 選民會這樣 所以我剛剛跟你講說 我認為 那個分析有道理 就是七百萬票 蔡英文原來應該要得到的七百萬票 中間現在切開一刀 有三百五十萬票 就是五十百 是會投給他 還是會投給他 就是 不管 蔡英文的狀況是什麼 都投給他 五十 有二十五 左右 說 再怎麼樣 都不肯出來投票 有另外二十五 說我還在猶豫 可是如果有第三組人馬 這二十五% 他恐怕還是會跑掉 就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的變動性 這麼大 那這是民進黨的選舉的危機 而 如果只有三百五十萬票 就五十百萬的人 願意投給總統 願意投給總統 政黨票跑得更多了 政黨票會怎樣 政黨票非常慘 會比總統票還要少 然後 立委票呢 立委票也一定是少於總統票 那這樣要怎麼贏 那個不分區立委 一定是非常的慘 對我覺得 不分區立委 如果名單再不好看 那就更慘 那整個立委 我勸所有的立委一句話 當你的選民來跟你講說 你相信總統的論文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一句話說 你要非常審慎的回答 你要很審慎回答 因為我就有所知 有一些歐巴桑們 現在已經準備這一題 就問他的那個立委 你感到這個感到真的 你回答真的跟回答假的 或是說回答不知道 他們也有答案 我剛剛講的答案就是這三個 你說你不敢怎麼說 都幾次 都幾次你的 現在以蔡英文的情況是50% 有25%呢 是已經決定不投 那有25%呢 是 還在猶豫 這樣子 好 好 那 這段時間以來 其實很多人都傳過 是 馮滬祥 馮滬祥 把蔡英文引進 政大的 所以為什麼 馮滬祥後來他在 他自己的這個 性侵害的這個刑案裡面 能夠得 很快得到這個保愛就醫 那這段的這個密心呢 到底資料來源在哪裡 我們下一集來解密 感謝Apollo Fiber Insight贊助播出 有沒有一種產品 能夠徹底進化除菌 消除惱人的異味 並且方便攜帶 讓您走到哪裡 乾 淨 到哪裡 當然有 就是我 我是乾媽媽 您從未見過的好幫手 這位媽媽在還沒認識我之前 一直無法擺脫 抹布怎麼洗都洗不掉的異味 直到她把我帶回家 我有魔鬼毡的設計 不用施工 只要輕鬆的 將我掛在它 漂漂亮亮的琉璃台前 就能充分展現 烘乾殺菌的功效 現在 她使用抹布 再也不會聞到那些 惱人的異味了 我讓大家看都知道 我還是要 sådan 我當然是 也很婦女的 如果我看到她 願意不 examine 我的想法 我還是要 我要不要被打給你了